一直我都很想去试试全聚德 不过我自己个人担心会不会太贵我吃不起 但机会来了 全聚德最近出了个商人88元的套餐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有什么吃和值不值得吃 这就是他们商人88元套餐的菜单 平时来全聚德叫他的烤鸭 是会由他们的厨师亲自出来表演片皮给大家看的 而这套餐最大分别是我们的半只片皮鸭 厨师已经在厨房里准备好了 不会在我们面前表演 首先出场有前菜 脆瓜, 松草花, 拌汁, 海折头 海折头和脆瓜非常新鲜爽口 松草花的份量都算多 而那个汁是咸咸微微大一点酸 整体来说这个前菜是非常高分 第二样出场就是炉火鸭鸭汤 汤里面有豆腐粒 葱, 蛋丝和紫菜 眨眼看上去以为在喝米苏酥 但是它里面有浓浓的鸭香味 还有汤很热 喝完之后全身暖粒粒 好舒服, 好味道 之后出场的就有咖喱煮软壳鸭 它一上桌的时候有点吓我 因为它的尺寸比起我们平时吃开的软壳鸭大一倍 亦给我们一只软壳鸭的份量 而咖喱汁也够香浓 只不过我个人认为就咸了一点 尤其是吃到最后一两个 可能已经浸在汁里一段时间 所以就显得更加咸 或者我下次会叫它分开汁上 那又可以令到软壳鸭保持着更加脆身 之后出场就有金银蛋浸菜心 菜心非常乱口 汤不会水稀稀的 它吃得出是由上汤再加上咸蛋黄煮出来 有浓浓咸蛋黄香味 但是又不过咸 所以这个饭我觉得很高分, 非常出色 主角终于出场了 首先让我介绍这一碟这么精致 只是片了四块出来的鸭皮给大家看 是用来点点砂糖吃的 然后这一碟的鸭肉 就是半只鸭的份量 份量相当之多 这样就是将它 加上这一笼的饼皮来吃 很细心的 它们下面用了明火来烤住那些饼皮 加上这些配料一起吃 先说回那碟很精致 只是片到四块出来的鸭皮 点砂糖这个吃法 我以前听过的 不过今次是我第一次试 感觉很奇妙 因为吃下去是脆脆 但是又满口很香的鸭油味 感觉都很神奇 而鸭肉的吃法就跟我们平时的吃法一样 加点青瓜丝 葱丝 然后用饼皮包着它来吃 它的鸭肉真的相当之嫩 但是鸭又没有过多的肥膏 所以吃下去一点都没有油理的感觉 最后出场的甜品是椰汁桃胶雪燕梅冰粉 是一个冬食的甜品来的 它没有说妈妈呼呼给一个甜品我们就算 桃胶雪燕非常足料 吃下去还要透心凉 真是为这一餐带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吃完之后 我和我的朋友都一致认为 这一餐相当相当超值 因为88元给两个人就已经能够试到全聚得最著名的 烤鸭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